考古大家都聽過 不過到底是在做什麼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了解 所以13行博物館要在校內期間 古版考古跟原住民文化體驗而已 邀請請主共同來參加 13行博物館在校內期間 親身幾位爸爸媽媽和小孩 可以共同參加請主共學活動 考古跟原住民文化體驗而已 每體出活動中共有兩天 我們時尚博物館在今年暑假有一個活動 叫做原古闖天關 原是原住民的原 古是考古的古 因為考古我們的台灣磁田文化 從新時系時代開始 就跟台灣的原住民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所以我們想藉由這個活動 把台灣的原住民跟台灣的考古文化 把它做個連結 然後讓親子可以藉由這個活動 去喜歡我們的考古 我們的遺址 我們的原住民文化 外國內容除了包括考古學技術 13行文化建設 主辦單位也設計可以是整體驗的確定 以組別方式來實施考古 因為在以前物資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代 火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 但是那時候沒有打火機 連簡單的火柴都沒有 所以以前人要怎麼生火呢 現在的小朋友應該都不知道 所以想要透過一些比較原始的工具 讓小朋友大朋友可以試試看 用自己的力量去取火 然後其實取火的工具很簡單 就是木棒加上木板 這樣那麼簡單的東西又可以取火 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不容易 每體儲活動有兩天 第一天以考古學 和13行文化為主題 第二天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 歡迎大小朋友以處理的活動 來實施考古和原住民文化 再次本期待林英如百里桑報道